天氣方面 氣象署持續對中東南部七線市發布了豪大雨特報 不過民眾最擔心輕度颱風康瑞是否直播台灣 甚至變成中度或者是強烈颱風呢 氣象主播張慧先問您分析 好 沒錯 我們先來看到從下午開始 中南部地區就不斷的有降水回波移路 主要就是因為對流發展旺盛的關係 所以您看到在高頻地區不斷的都有雨勢出現 現在氣象署也持續的發布了豪大雨特報 針對在屏東地區是有豪雨出現之外 在台南以及高雄也有大雨發生的機率 提醒民眾多加留意囉 我們先來看到在今天整體的累積降雨 主要在屏東地區已經累積到了130毫米以上 而在最近一個小時來說 降雨地區也是屏東比較明顯 大概40到50毫米 再來看到的則是大家最關注的 康瑞颱風最新的動態 那麼今天太平洋高壓增強的關係 所以您看到它持續的都在往西來移動 明天太平洋高壓逐漸的往東退 但是不是太明顯 所以您看到它大概會從到西北方向移動之後 接近到台灣東部的近海 但是有這樣的路徑就要留意了 因為有可能會略過到台灣東北角一帶 那麼整個台灣來說幾乎會有半個台灣都會在這個暴風圈的範圍裡面 所以不排除還陸警會有可能同步來發布 而目前來看預計在最接近台灣的時間點就是禮拜四以及禮拜五的時間 我們也來看到目前各國模式的預測了 那麼您會看到在歐美模式呢 現在預估說很可能會登陸到台灣之外 英國模式也預測會一路的來往西偏 而在日本模式則是現在這一條 您可能看的還不是太明顯 稍後會帶您進一步的來關注 不過目前要來看的就是要看太平洋高壓的臉色了 如果到時候它的東退比較不明顯的話 有可能就會持續的往台灣來接近 對台灣造成威脅 而剛剛提到了日本模式以及在歐洲模式預估 我們看到在下禮拜五的時候 歐洲說它很可能會從花蓮來登陸 而在日本模式則說很可能會在宜蘭一帶登陸 不過不管到底登不登陸以及從哪邊登陸 要提醒您的就是北部地區 東北部都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出現 所以未來一周天氣狀況都要留意 我們看到明天開始呢 東北氣風逐漸的增強 所以在北部 東北部會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現 禮拜三東北氣風加上颱風外圍環流 所以北北基移都會有雨 禮拜四禮拜五就是最接近的時刻 加上颱風或者是外圍環流的影響 所以各地區來說 北部東北部很可能會有好雨出現的機率 至於溫度方面 我們也來看到了 明天開始呢 東北氣風影響之下 北部東北部地區 在溫度方面就會下降 大概22到24度 感受上都是偏涼 中南部影響不大 還是可以達到27到30度 最後就要來提醒您了 最近山區千萬不要去 主要是因為地震 平凡的關係可能造成了落石貪方 最近一周的天氣狀況都要多加注意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知識 好 謝慧欣 好 我當然要沒有 好我 好 好 我明天啊 好 好 好 明天啊 明天啊 食物 明天啊 筆 光顧 明天啊